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的过程 1. 制定目标 包括确定组织的总体目标和各部门的分目标 在制定每个部门和每个成员的目标时 上级要向下级提出自己的方针和目标 下级要根据上级的方针和目标制定自己的目标方案 在此基础上进行协商 最后由上级综合考虑做出决定 目标可以设置为任何期限遗迹 1. 一年 五年 目标设置一般与年度预算或主要项目的完成期限相移置 在制定目标系列时 主管人员应该和下级一起制定 2. 明确组织的作用 每个目标和则目标都应有某一个人的明确责任 然而几乎不可能去建立一个完美的组织结构 以保证每一特定的目标都成为某个个人的责任 例如在制定一种新产品投入的目标中 研究 销售和生产等部门的主管人员必须仔细地协调他们的工作 组织通常采用设立一名产品主管人员来统一协调各种职能 3. 持行目标 为了保证成员有条件组织目标活动的开展 必须授予相应的权利 使之有能力调动和利用必要的资源 有了目标 组织成员便会明确努力的方向 有了权利 他们便会产生与权利使用相应的责任心 从而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判断能力和创造能力 使目标执行活动有效地进行 4. 评价成果 成果评价是实行讲成的依据 也是上下左右沟通的机会 同时还是自我控制和自我激励的手段 成果评价包括上级对下级的评价 也包括下级对上级 同级关系部门相互之间 以及各层次组织成员对自我的评价 5. 实现讲成 讲成可以是物质的 也可以是精神的 公平合理的讲成有利于维持和调动组织成员 饱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讲成有失公平 则会影响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6. 制定新目标并开始新的目标管理循环 成果评价与成员行为讲成 既是对某一阶段组织活动效果 以及组织成员贡献的总结 也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在此基础上 组织成员及各个层次 部门制定新的目标并组织实施 即展开目标管理的新一轮循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